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就一开始先来看到总统马银九是要求各县市要有效减少两成的酒驾事故 否则就要公布首长姓名 而且依然县还被点名是防治酒驾成效最差的县市 对此刑警局也拿出今年一月到四月的数据来反驳 现在透过镜头一起来了解 对于总统的指正 县长表示如果做的不好绝对会虚心来改善 但是只凭今年一到四月的数据 就认为宜蘭取缔酒驾的成效不好 似乎有失公平 就像经济指数好不代表人民生活就幸福 我们家国的拼合国都由我来主持 所以警察局做了不够做了不够 我都很清楚 所以做了不够做了不够 这可能要请警察局来加工相关的勤务教育 如果我们做了不够做了不够 就让民众容易因为酒驾来造势造成生命的危害 这可能就我们不够 所以我絕对虚心来看待这个事情 那如果说他用我们前面三个月对照去年 我们是去年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治 那今年这些发生的路段 如果是在重复的路段发生 那表示我们做了不好 那是在其他路段发生 表示我们在相关的勤务的安排 相关的取缔酒驾 时段或者路段都必须要加强来改进 不能从数据来解读各种的状况 因为如果说他觉得现在经济很好 看GDP看大家的这种这个经济成长 可是人民是苦不堪言生活很闷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回馈回馈到现场 就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每一条性命都很宝贵 那希望我们地方政府都来配合这样的一个作为 我觉得我们倒是乐于这个来接受 警察局长也提出相关数据表示 依然取缔酒驾的成效 前年比去年好 虽然今年1到4月的死亡人数 比去年的同期增加 但是勤务变动后 例如从夜间取缔改为白天 成效马上凸显 去年的人数11个人来讲 比前年我们有24个人因为酒驾死亡 100人有24个 去年101年有10个 我们已经降低了13个人 那今年1月到3月发生了9件 4月1件总共有10个人 跟去年比是多了一点 但是我们有针对这个情形 我们在勤务作为上 我们都有在做 第一件就是有关于 我们执行取缔酒驾的勤务 我们是仍然强意在做 今年1到5月取缔的件数 比去年还多了50几件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 我们那个1到3月发生的 酒驾事件多了以后 我们有检讨过 那我们4月开始 我们针对酒驾发生的时段 地段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勤务 我们就针对死亡比较多的 就是上下班那个交通 上下班的时段 还有中午2点多到4点多的时段 加强来执勤 为了民众的交通安全 警方再度重申 严格取缔酒后驾车 避免造成更多生命财产的损失 宜兰修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